剛才我舅父打電話給我 他是另一個舅父 另一個舅父的兒子17歲 這個暑假去了加拿大一個月 你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原來加拿大的人看見香港的新聞 認為香港的年輕人太過份 太低質素 完全做的事情都離譜 他說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會這樣去示威 擋住人們 不讓人上機場打穿 挖路 打警察 他說這些根本就是最低種人民的行為 然後去到加拿大的人 那些外國人 全部好歧視香港人 見到他的兒子 每個人都在整股 他上巴士就特地拿一隻腳出來 讓他跌倒 然後有些外國人 就幫他的兒子 免得他被人欺負 就說他不是的 不是的 他不是香港人 然後你知不知道 那一個月 他的兒子 是不敢認自己是香港人 那他呢 但是因為他的兒子 也是不喜歡中國的 他唯有自己認自己是台灣人 然後呢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還是今天 他現在回到香港了 他才跟他爸爸說 他也罵他自己學校的老師 他說他根本上 一直在跟他洗腦 跟他們說 要知道多些東西 要看多些報紙 蘋果就是最中立的 你們要看多些 原來一直在跟他洗腦 現在出去了加拿大一個月 才知道自己原來這麼白癡 現在回到現在變成藍絲 他又不是完全藍絲 他又不是完全藍絲 總之就是不支持學生 你看看 原來香港的所有的報道 都封閉了 我們自己的青年人 看到全部都是蘋果日報的評論 有什麼辦法他們不死 到我現在我舅舅的兒子 只不過出去了加拿大一個月 回到你已經是360度大轉變 都不敢認自己是香港人 都認為羞恥了 你知道嗎